我出黄蛋仔 我出蓝蛋仔 哈哈 竟然是颜色蛋仔萧萧乐 这可是我的强项 我出黑蛋仔 我的黑蛋仔可是最可爱的蛋 我出粉蛋仔 我的粉蛋仔才是最可爱的 你们这帮小魂师也太可恶了 蛋仔四小只都被你们出完 我出什么 既然出不出来 那你只能被淘汰了 想淘汰我没门 我出彩虹蛋 回答正确 焦虫成功 这样也可以吗 竟然没把五六七给淘汰 就你们还想淘汰我 我可是很聪明的 放马过来吧 开始第二轮 小赛罗先出 既然大家都喜欢蛋仔派对 那我就出一个只有资深玩家才有的 我出迪迦蛋 小赛罗你这个可一点都不资深 也太简单了 我出泽塔蛋 就是啊 这可难不挡我 我出赛罗蛋 你们怎么都出奥特曼蛋啊 也太漏了吧 我出怪兽蛋 哎呀 千人雪把泽塔蛋给出了 小五把赛罗给出了 我还怎么出啊 不是吧 不是吧 唐三你这么快就认输了 才不是呢 我没什么出的了 那我就出一个这个吧 这是什么 我见都没见过 唐三你肯定得被淘汰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只有这个资深淡胆了 只能出这个 连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肯定要被淘汰了 唐三零分零分 回答正确 消除成功 哎呀 这也可以 竟然让唐三给过关了 开始第三轮 千人雪先出 既然蛋蛋消消乐大家都会玩 我得换一个男的 有了 我出微笑加炸弹等于黑脸 这是什么呀 也太难了吧 不难怎么淘汰你们啊 可别小瞧我 我出微笑加西瓜等于吃瓜 这个好玩 我出微笑加变变等于呕吐 是挺好玩的 那我就出微笑加红包比才名 你们还都挺聪明的嘛 那我就出微笑加月亮等于有精神 小赛罗你这是出的什么呀 微笑加月亮应该是睡觉才对 可是我一到晚上就很有精神啊 一点也不困 不行 晚上就应该好好睡觉 不然第二天就没精神 你抓紧换一个 不然你就要被淘汰了 好吧 那表情包还应该怎么组合啊 谁能告诉我呀 倒计时开始 我 四 三 好了 我看到有人说微笑加爱心等于喜欢 我就出这个了 回答正确 交出成功 可恶 到底是谁帮助的小赛罗 不然小赛罗就被淘汰了 开始B4轮 小五先出 不行 不管是什么游戏 小伙伴们都会玩 一点难度都没有 我可要想办法淘汰掉一个 有了 我出东 这个也太简单了 我出南 那我就出西 嘿嘿 人到我了 那我就出北 臭小五 你是不是就想淘汰我 黑黑千人雪 想不出来了吧 东南西北都出完了 我看你还能出什么 哼 别以为我没什么出的 我出中 千人雪 你出个中干嘛 因为中间也是方位啊 千人雪出的没错 哎呀 千人雪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回答正确 消除成功 开始第五轮 五六七先出 上一轮 小五想淘汰千人雪 这一轮我要想办法淘汰小五 我出春天 一共四个季节 我是第五个出牌的人 我得好好想想出什么 我可不能被淘汰 出夏天 我出秋天 我出冬天 我 我还没有想到出什么呢 哈哈哈哈 臭小五让你上一轮出那么难的 这一轮我看你怎么办 哎呀 我到底要出什么啊 谁能来帮帮我啊 嗯 春夏秋冬是季节 但是形容季节的还有早春 初夏 深秋 逸冬 哈哈 我真是太聪明了 我出初夏 回答正确 消除成功 哇塞 小五妹妹你好聪明啊 我看到大家都在夸你聪明 给你打一百分啊 嘿嘿 那就谢谢大家了 开始第六轮 唐三先出 到现在还没淘汰一个人 我要出个更难的 我出几天 我出明天 这个一看就是三个人玩的游戏 小五和五六七肯定要被淘汰了 我出昨天 我出后天 大家都这么厉害的嘛 昨天今天明天就连后天都出了 我好像没什么可以出的了 难道我真的要第一个被淘汰了吗 小精灵王墨 到 小精灵兵公主 到 小精灵小雪 到 小精灵小五 咦 小精灵小五 小五是不是没得到精灵之心啊 是啊 要不他怎么会迟到呢 组长爷爷 小五没来 那我代替他去参加小精灵的晋升仪式吧 啊 比比东 你又不是小精灵 你怎么参加晋升仪式啊 谁说我不是小精灵了 比比东 你看你的黑色翅膀 你是暗黑精灵 怎么能参加我们自然精灵的晋升仪式 是啊 暗黑精灵最坏最讨厌了 你别捣乱 对不起 组长爷爷 我来晚了 没事 小五精灵 咱们快去完成你们的晋升仪式吧 不让我晋升魔法精灵 你们也别想晋升成功 好了 小精灵们 你们的晋升仪式正式开始了 我们自然精灵有四种魔法精灵 分别是红色火焰精灵 蓝色水精灵 黄色大地精灵 和白色光灵精灵 现在选择你们想要的翅膀吧 我选火焰翅膀 我喜欢光明 我要成为光明精灵 我喜欢蓝色 我选蓝色翅膀 那我选黄色的大地精灵 很好 既然你们都选择好了 那把你们得到的精灵之心放进魔法阵 启动魔法阵 获得真正的魔法能力吧 好的组长爷爷 怎么魔法阵没反应呢 不对不对 你们之中有人拿出来的精灵之心是假的 快说到底是谁没完成试炼任务得到精灵之心 不是我 都不承认 那就一个一个说出你们的精灵之心是怎么得到的 组长爷爷 我先说 精灵之心在哪呢 我该怎么找啊 咦 这有只小狗受伤了 好可怜 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包扎好了 快去找你的主人吧 善良的小精灵 谢谢你帮助我的小狗 没什么 阿姨 这是我应该做的 善良的小精灵 这颗好看的石头送给你吧 哇 精灵之心 谢谢你阿姨 我终于找到精灵之心了 我可以成为魔法精灵了 滚开臭小狗 笨蛋王墨 想不到是我踢伤的小狗吧 不错 看来王墨的精灵之心应该是真的 我的精灵之心也是真的 我好饿 谁能帮帮我啊 老奶奶 你怎么了 小精灵 我家被大火烧光了 我现在好饿 你能给我点吃的吗 老奶奶 我这些食物都送给你吧 善良的小精灵 这是我在火场中得到的一块 好看的石头 送给你吧 精灵之心 太好了 这么简单就得到精灵之心了 谢谢你 老奶奶 我能晋升成魔法精灵了 小雪精灵也太傻了 哪有那么容易得到的精灵之心 我放了火又偷放了快甲石头 就把它骗走了 很好 小雪的精灵之心也是真的 该我了该我了 小弟弟 你怎么在这哭啊 小精灵姐姐 我找不到家了 我好害怕 小弟弟 那你还记得你家有什么标志吗 我送你回家 我 我记得我家旁边 有个很大很大的风车 哦 那我知道是哪里了 姐姐送你回家 小精灵姐姐 这就是我家 谢谢你送我回来 小弟弟以后不要乱走了 很危险的 我知道了 小精灵姐姐 这是我在湖边捡到的石头 送给你吧 精灵之心 太好了 谢谢你小弟弟 姐姐回去参加晋升仪式了 我已经有三块精灵之心了 我也要去参加晋升仪式 这么说 冰公主的精灵之心也是真的 小五你来那么晚 是不是你的精灵之心是假的 不是的 组长爷爷 我来晚了 是因为我花了好长时间来帮助别人 怎么这么难啊 怎么了 叔叔 小精灵 我在农民那里买大米到城里卖 两个金并一斤 我买了一百斤 路上被小鸟和松鼠们偷走了四十斤 剩下的大米我是三个金并一斤卖出去的 我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啊 嗯 我好好算算 哎呀 我的数学也不太好 小伙伴们 你们能帮我们算一下吗 我看到了 谢谢小伙伴 叔叔 你买米用了二乘一百 等于二百的金币 剩下的米是六十斤 六十乘以三 等于一百八十 卖米得了一百八十个金币 二百减一百八十等于二十 你还赔了二十个金币 不会啊 这些小动物也太可恨了 我辛辛苦苦卖粮食 都被他们偷走了 嗯 叔叔 你别急 你等等 我这就去帮你找小动物们 要回你的大米 叔叔 你被小动物偷走的四十斤大米 都在这里了 太谢谢你了 你是善良的小精灵 这是我家珍藏的精灵之心 送给你吧 谢谢你 叔叔 我终于得到精灵之心了 因为帮助叔叔找丢失的大米 耽误了太长时间 所以我才迟到了 这么说 小伍的精灵之心 也是真的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究竟谁的精灵之心是假的呢 快接表情包姐姐了 太好了 我们都接到表情包了 快去找老师换姐姐照顾我们吧 老师 我们来换表情包姐姐了 老师 这是我的表情包 小雪 你的是愤怒表情 小雪妹妹 我是你的愤怒姐姐比比东 以后我会照顾你的 太好了 我有姐姐了 老师 该我了 小五 你的是迷糊表情 小五妹妹 我是你的迷糊姐姐冰公主 以后咱们好好相处吧 好的 姐姐 老师 这是我的表情包 小强 你的是胆小表情 小强 我是胆小姐姐王墨 以后你要保护我哦 我 我知道了 姐姐 姐姐 我饿了 快去做饭吧 你命令谁呢 我不会做饭 那我去做饭 你帮我洗衣服吧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不会洗衣服 那你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呢 你也太笨了 你竟然敢骂我笨 欠揍 现在快去给我做饭洗衣服 笨怒姐姐 我不喜欢你 小五 快来吃饭吧 谢谢姐姐 咦 怎么吃起来 感觉像青草啊 哎呀 你刚吃的是我要喂兔子的青草 这盘才是给你的 呸呸呸 好闲啊 啊 糟了 姐姐做菜的时候 把所有的盐都倒进去了 迷糊姐姐 这也太难吃了 来 小五 快喝点水 束束口 哎呀 姐姐不是故意的 迷糊姐姐 你做事也太马虎了 你 你还是不要照顾我了 我去换衣服 胆小姐姐 我饿了 咱们去厨房做饭吧 不要 小强 点火很危险 我不要去厨房 那我去做饭 你在这等等我 不要 小强 我一个人害怕 你也不能去厨房 可是我真的好饿 王墨姐姐 你也太胆小了 小强 你 你讨厌姐姐 姐姐 姐姐你别哭了 我饿着在这陪你还不行吗 姐姐就欺负我 我再也不想要姐姐了 我也是 前面在接担仔哥哥 哥哥一定比姐姐好 好 咱们快去接哥哥 太棒了 我的是厨师担仔 我的是活力成担仔 我的是医生担仔 老师 这次我们换担仔哥哥 好 那还是从小雪开始吧 我的是厨师担仔 小雪 我是你的厨师哥哥 我可以给你做所有的美食 太好了 哥哥比姐姐好多了 这是我的活力成担仔 小五 我是你的活力哥哥 我可以每天陪你 唱歌跳舞玩游戏 哇 终于有人陪我了 我的是医生担仔 小强 我是你的医生哥哥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太好了 我也有哥哥照顾了 小雪 快来吃饭吧 哇 烧鸡 糖醋鲤鱼 油闷大虾 厨师哥哥你好厉害啊 做的都是我最喜欢吃的 小雪 你快吃吧 哥哥锅里还做着红烧肉呢 哥哥要把所有好吃的都做给你吃 厨师哥哥你太好了 小五妹妹 咱们一起唱歌玩吧 好啊 我喜欢唱歌 哥哥先给你唱首珠神诀 然后你给哥哥唱 哎呀 小强 你是不是生病了 医生哥哥 我好像有点感冒了 小强 你躺好了 哥哥去给你拿药 一会儿哥哥再给你煮点粥 你要好好休息 医生哥哥 你真的太好了 我是你哥哥 照顾你是应该的 哥哥这就去给你拿药 妹妹这个猪蹄是哥哥特意为你做的 快吃了吧 哥哥我吃饱了 真的吃不下了 不行 这可是哥哥精心准备的 不能浪费 必须吃了 锅里还有烤羊排螺蛳粉了 快点吃 哥哥我们歇一会儿吧 我嗓子都畅哑了 那我们去跑步吧 生命在于运动 可是我累了 我想睡觉休息 不行 生前何必久睡 死后自会长眠 咱们锻炼七天七夜再睡觉 医生哥哥 我感冒已经好了 可以起来了吧 不行 感冒了身体虚弱 你要好好休息 可是我都躺两天了 我真的躺不下去了 那也不行 你必须休息 对了 再盖层被子 要注意保暖 不能着凉 老师 我们再也不要哥哥了 那什么呀 你们之前不喜欢姐姐 现在又讨厌哥哥 老师 我哥哥一直逼着我吃东西 我都吃成了 我哥哥不让我睡觉 就让我唱歌锻炼 你看我的黑眼圈 我哥哥正好相反 他就让我在床上睡觉 总怕我出去感冒 我这几天就跟坐牢一样 我不要哥哥照顾了 是啊 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 再也不准别人照顾我们了 我要建造一个菠萝小房子 首先 我要在菠萝小房子上 装上两扇窗户 小五 你的菠萝小房子 也太难看了吧 别着急 我还没玩呢 等我装上大门 一定会亮瞎你的眼睛 我装 哈哈 笑死我了 这就是你说的 要亮瞎我的眼吗 我的眼真的瞎了 是被你的房子瞅瞎的 哼 少说风凉话 等我装扮完我的菠萝小房子 肯定会得到一百分的 那我就要看看 谁这么不长眼 给你打一百分 我给我的菠萝小房子 加上花草和大树做点缀 还别说 小五这样一点缀 就好看多了 好看什么 你看他的大门多别扭 都露出来了 一点也不好看啊 的确是这样 我想想啊 对了 我要在菠萝小房子下面 加上草地 那塞 这样看着就顺眼多了 小五 你建造的菠萝小房子 好漂亮 我相信大家都会给你 打一百分的 嘿嘿 这还要多亏了五六七提醒我 不然我也不会想起假草地呢 可恶 没想到我的刁难 竟然成了小五前进的动力 不过我还是觉得 没人会喜欢小五的小房子 五六七 你就别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了 接下来就看我建造小房子吧 我要建造一个红苹果小房子 我要在我的小房子下面 也加上草地 哈哈 千许 你的红苹果小房子 也太搞笑了吧 上面竟然还有一个毛毛虫 五六七 你不说话 没人回答你是哑巴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 这个五六七话也太多了 真讨厌 好吧好吧 你们聊 我闭嘴 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 接下来 我给我的小房子 加上门盒窗户 好漂亮啊 千许 你的红苹果小房子也太漂亮了吧 嘿嘿 谢谢小五的夸奖 千 就知道互相吹捧了 五六七 你怎么又说话了 说话不算数 可是要变小狗的 汪汪汪 这样总行了吧 我只是提醒你忘记了一样东西 忘记了一样东西 我看看 哦 还真是 我忘了签上我千许雪最漂亮的签名了 千许雪 你还真够自恋的 接下来就看我的装扮吧 肯定比你俩的强 小五 千许雪 你们猜我会建造什么小房子 是西瓜小房子 那就是水蜜桃小房子了 哪里 怎么可能 这里一共四种水果 我和小五建造了菠萝和红苹果小房子 你不会要建造空气小房子吧 猜不到了吧 我一个建造苹果小房子 不行 你不能和我建造的一样 和人学变小狗 谁说要和你一样了 我要建造一个青苹果小房子 这也行 这怎么不行了 你们都在小房子下面放草地 我才不要和你们一样 我要放泥土地 好吧好吧 你高兴就好 我当然高兴了 然后我再给我的小房子加上门和窗户 哎哟 你不是不想和我们一让吗 怎么也安装门和窗户了 我还以为你要搞个天窗飞进去呢 我要是能飞的话 我肯定就安装天窗了 可惜我不会啊 567 你的废话这么多 我还以为你飞天顿的无所不能呢 切 你就算吧 是不是觉得你的红苹果小房子 没我的好看才故意这样说的 你 你 你 好了 不要说了 你看你说话都结巴了 最后 我在给我的小房子上 签上我帅气的签名 哈哈 大功告成 三个一对比 还是我的青苹果小房子最好看 肯定会得到大家的喜欢 获得一百分的 567 你少自恋了 是我的红苹果小房子最好看才对 好了 不要吵了 谁的小房子最好看 就让小朋友们去评判吧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嗯 什么事啊 你们怎么忘记了 我们建造小房子 不就是为了作为歌唱比赛的背景版吗 对对对 差点忘了 都被这个567气糊涂了 切 自己笨就自己笨 还怪我 嗯 567你竟然说我笨 这次的歌唱比赛 我和小五肯定是一百分 你肯定是零分 那我们就比比看 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 有时很乖很乖 有时有点坏 最爱沙包 无二少无来 好人心的小乖乖 小五 你喜欢什么好妈妈模型 小精灵 这些好妈妈有什么区别吗 好妈妈等级越高会越严格 那 那我还是要一星好妈妈吧 太好了 我 拿来吧你 咦 我的好妈妈模型呢 刚才有个黑影飞过去了 但是我没看清它的样子 要不小五 你再选一个好妈妈模型吧 那好吧 那就把两星好妈妈给我吧 妈妈 我 拿来吧你 太过分了 到底是谁把我的模型妈妈抢走了 小五 我还是没看清 它们速度太快了 要不你还是要这个三星妈妈吧 不要让我知道它们是谁 不然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它们 小精灵 三星妈妈会不会太严格了 应该会很严格吧 算了 我就选这个三星好妈妈吧 小雪 我的乖女儿 你饿了吗 走咱们上街妈妈给你买零食吃 可是妈妈我的作业还没写 没事 你还小 作业不重要 开心最重要 妈妈给你买可乐汉堡炸鸡辣条吃 咱们一会儿一起看电视 妈妈陪你吃零食玩游戏 妈妈 你太好了 不过我考试考不好你不会惩罚我吧 当然不会 你考零分 妈妈就带你去游乐场散心 妈妈 你太好了 走 咱们去买零食 五六七 快来吃饭吧 妈妈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 哇 妈妈 你做的菜好香啊 那是 妈妈可是二星好妈妈 多吃点 吃完饭 咱们去看电影 可是妈妈 我们快考试了 我得学习 没事的 五六七 不用那么在意分数 妈妈不会训你的 太好了 妈妈 那一会看电影 能给我买零食吃吗 零食还是不要吃了 咱们多带些水果 零食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 那好吧 同学们 上课了 把你们昨天的作业都拿出来 老师要检查作业 糟了 昨天玩手机太晚了 作业忘写了 小雪 你作业也没写吗 我的也忘写了 老师会批评我们的 这可怎么办 咦 我妈妈怎么来学校了 老师 我给我家小雪请假 这几天我要带她出去旅游 哇 看到了吗 我妈妈太好了 我不会被惩罚了 可是小雪妈妈 快考试了 小雪是学生 这样耽误学习不太好吧 老师 你就管好别的学生就好了 我家小雪 我自己会管的 小雪 咱们回家 妈妈 你太好了 小五 你的作业 五六七 你的作业呢 我 我 老师我昨天身体不舒服 所以没写作业 五六七 你是不是在撒谎 老师 我 我没撒谎 好 我现在就和你妈妈联系 五六七妈妈 五六七说 昨天她生病了 所以没写作业 是啊 老师 五六七 昨天身体不舒服 没来得及写作业 以后我会督促她补上的 五六七 老师误会你了 今天就不惩罚你了 我妈妈太好了 竟然帮助我撒谎 小五 你妈妈一定没我妈妈好 那可不一定 太过分了 到底是谁把我的一星好妈妈和二星好妈妈抢走了 小五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当你妈妈呀 不是的 三星好妈妈 你可是最好的妈妈 我当然喜欢你当我的妈妈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太好了 妈妈现在给你去做好吃的 你先看会儿书 一会儿洗手吃饭 好的 妈妈 哇 妈妈 烤鱼 烧鸡 妈妈 你怎么知道这都是我最爱吃的菜 因为我是你妈妈呀 不了解你怎么能成为好妈妈呢 太好吃了 妈妈 我吃完了 能玩回手机游戏吗 不可以 小五 玩手机对你眼睛不好 饭后先散步消食 然后去做作业学习 你不是就要考试了吗 好吧 妈妈 那我先去散步了 好累啊 终于把作业都写完了 小五 吃点水果休息休息 看会儿动画片吧 哇 太好了 我还以为妈妈只会让我学习呢 我们来给好妈妈打分了 咦 怎么就你们两个来了 小雪呢 小精灵 小雪吃坏肚子住院了 所以她来不了了 那五六七你对你妈妈满意吗 满意 小精灵 我妈妈可好了 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 期末考试我只考了二十分 但是我妈妈一点都没训我 可是五六七我觉得我妈妈比你妈妈好 不但给我做好吃的 还照顾我学习 教我合理利用时间 我这次可都是一百分 我妈妈陪我看电影玩游戏 我就是觉得我妈妈好 好了 你们别吵了 还是让小伙伴们来说说 更喜欢哪个好妈妈吧 不好 大家快躺下 为什么呀 地上这么糟 我才不躺下呢 哎呀 来不及解释了 大家快躺下呀 小伍从来不骗人 我听小伍的 我躺 虽然我很不喜欢小伍 但是五六七说的确实有道理 我也躺 切 我这么好看的裙子 要是弄脏了可不好洗 我是绝对不会躺下的 检测到有三个人类躺在地上 带走 飞飞飞 幸好我没听小伍的 他们都被抓走了 我要回家玩游戏去了 欢迎大家来到美食王国 这里有你们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哦 哇塞 太好了 快让我们进去吧 汉堡 炸鸡 薯条 可乐 全是我爱吃的美食 我已经等不及的想要吃掉你们了 嘿嘿嘿嘿嘿 这里有三扇大门 每个门里只能进去一个人 那还等什么 红色大门我进 啊 我怎么进不去啊 千阵雪 看来这里不欢迎你啊 看我的吧 红色大门我进 奇怪 我怎么也进不去啊 切 五六七你还好意思嘲笑我 一路一让也进不去吗 勇敢的小家伙们 你们先不要着急 只有通过考验获得钥匙的人 才可以进入美食王国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开始考验吧 好吧 乌拉拉魔法 启动 好了 你们每个人选一扇门进行考验吧 考验通过就可以进入美食王国了 耶 太好了 我要选红色大门 那我选蓝色大门 就只剩下绿色的大门了 我进 哎呀 这里怎么这么热啊 因为红色大门里是高温时机 所以才会这么热啊 好吧 那我怎么才能拿到红色大门的钥匙啊 要想拿到钥匙就要通过我的考验 乌拉拉魔法 这里有一些道具 咱们拿到钥匙就看你自己的了 再见 这里有吹风机 冰块和木头 让我想一想 怎么才能把火炉里的火焰熄灭 我知道了 我可以用吹风机 把炉子里的火给吹灭 嘿嘿 我真是太聪明了 吹风机 我拿 我吹我吹 这是怎么回事 火怎么越来越大了 哎呀 到底怎样才能灭火啊 有谁知道吗 快快告诉我吧 我知道了 我可以使用冰块 冰块遇到火会变成水 这样就可以把火给熄灭了 冰块我拿 太好了 火焰总算熄灭了 钥匙我拿 嘿嘿嘿嘿嘿 我这么厉害 肯定是第一个通关的 也不知道小五和五六七他们怎么样了 不管了 我要先去美食王国吃美食去了 哎呀 这里怎么这么冷啊 我好想回家啊 不行哦 五六七你只有顺利拿到钥匙后 才能离开 不然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什么 要是在那么厚的冰块里面 我怎么可能拿得到呀 我可以送你几样工具 乌拉的魔法 这里有吹风机 锤子 火焰 木头 你好好想一想 怎么利用这些道具吧 哎呀 小雪人 你能不能给点提示啊 我觉得以你这么聪明的小脑袋瓜 不需要提示肯定也能通过的 再见 嘿嘿 这个小雪人很像道骂 我可是最最聪明的刺客 五六七 不笑了不笑了 我还是想想 怎么拿到钥匙吧 有了 这里有个锤子 我可以用这个锤子锤开冰块 这样我就可以拿到钥匙了 锤子我拿 我锤我锤 哎呀 我都已经锤了一个小时了 冰块怎么才砸掉 这么一点啊 不行 我要换个方法试试 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有了 我可以用火苗 点燃木头 然后用吹风机 吹火苗 这样冰块被加热后 应该很快就被融化了 嘿嘿 我果然是最聪明的勇士 吹风机火苗 木头我拿 我吹我吹 太好了 我给拿到钥匙 可以进入美食王国了 哇塞 这里有个又大又圆的西红柿 带着王冠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蔬菜王国 我是蔬菜国王 蔬菜国王 那我要去哪里找绿色钥匙啊 绿色钥匙就在我的身上 只要你回答出来我的问题 我就把钥匙送给你 真的吗 那你快说吧 是什么问题 请你说出生活中十种绿色的蔬菜 这问题也太简单了 根本拦不住我 绿色的蔬菜哟 菠菜 韭菜 芹菜 油菜 红薄 白菜 西兰花 还有还有 哎呀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说不住了 我就不能把钥匙给你了 哎呀 我好想去美食王国呀 有谁知道吗 快快告诉我吧 小五不准问其他人 好吧 我再想想 我想到了 黄瓜也是绿色的蔬菜 还有香菜 可我最不喜欢吃的苦瓜 也是绿色的蔬菜 恭喜小五通过了考验 这是你的钥匙 太好了 我可以去美食王国了 蔬菜国王再见 传说天上的彩虹落入大海 化成了七条颜色各异的美人鱼 它们美丽动人 拥有悦耳动听的歌喉 每日都开心的歌唱 过着欢乐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 大海被污染 变成了黑色 快跑啊 这里太脏了 是啊 我不想弄脏我的身体 可是我们都离开了 这里的鱼儿怎么办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 快点离开吧 不行 我得保护我们的家园 善良的蓝色美人鱼 流了下来 它用尽自己的颜色和魔法能力 让大海恢复了清澈的蓝色 可是它却永远的失去了 美意的颜色和魔法能力 哇 这里的海水又变清澈了 太好了 是啊 我们又可以在这唱歌了 我能和你们一起唱歌吗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肮脏的黑色鱼尾 真难看 是啊 你没有了彩虹的颜色 又没有了魔法 你再也不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就是就是 快点离开 不要靠近我们 小丑与小乌龟 你们能和我做朋友吗 不要 你太丑了 是啊 你不配和我们做朋友 为什么我保护了大家 反而被大家厌恶 我要离开大海 再也不回来了 蓝色美人鱼伤心欲绝 它远离了那片大海 想要独自去陆地上生活 结果因体力不知晕倒在海边 嗯 咦 好可爱的美人鱼 怎么晕倒在这了 我带你回家吧 你没事吧 你是谁 这是哪里 我叫唐三 这是我家 我看你晕倒在海边 做吧你就回家来了 我叫小五 谢谢你救了我 小五 你怎么晕倒在海边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丑 嫌弃我没有魔法能力 所以我才离开了大海 没有啊 我觉得你很可爱 要不你就住在我家吧 我愿意和你做朋友 真的太好了 谢谢你 唐三哥哥 我终于有朋友了 快跑啊 妖怪来了 唐三哥哥 我还是离开吧 小伙伴们都害怕我 小五你别伤心 大家是不了解你才会这样 只要他们懂得你的善良 就一定会喜欢你 嗯 谢谢你唐三哥哥 我一定会努力帮助大家的 哎 谁能救救我的孩子啊 老爷爷 小弟弟怎么了 哎 他生病了 需要一种叫龙须草的药草 可是这种药草 只生长在鲨鱼出没的深海里 这可怎么办啊 老爷爷 我能去深海 我帮你去找 小五 你现在没有魔法 去深海太危险了 没事的 唐三哥哥 我一定能把龙须草带回来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糟了 山鱼来了 老爷爷 给你龙须草 太谢谢你了 哎呀 你受伤了 没事的 老爷爷 你快给小弟弟吃药吧 我先回去了 救命啊 快来救火啊 老奶奶你别急 我这就去找水源救火 哎呀 我的小狗还在屋里呢 这可怎么办啊 老奶奶 我去救小狗 你别急 老奶奶 你看看 小狗有没有受伤 小美人鱼 太谢谢你了 水来了 太好了 终于把火扑灭了 太谢谢你们了 你们都是善良的好孩子 今晚的月亮好漂亮啊 是啊 每次月圆的时候 我都会和我的姐妹一起唱歌 现在却再也不能了 谁说不能 小五 你唱歌给我听吧 听说美人鱼的歌声 是世界上最动听的 我好想听你唱歌 好啊 那唐三哥哥 我给你唱歌 我让你留意别睡 你愿意努力的人不会喊泪 越是情分越幸运 真是一分的光影 哇 美人鱼姐姐你的歌声太好听了 是啊 我们好喜欢你 你们都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当然愿意 你又善良又可爱唱歌又好听 我们都愿意成为你的朋友 太好了 我又有好多好多朋友了 我好开心啊 哇 小五 小五 你恢复颜色了 好漂亮啊 唐三哥哥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 我终于又恢复颜色和魔法能力了 我会和你们在一起 永远保护你们的 大家快给小五公主打扮 嗯 我们男生队打扮的公主 一定比女生最漂亮 是啊是啊 不过先打扮什么 你们男生到底会不会打扮啊 当然是头发 头饰 衣服和鞋子 哦 小五谢谢你当我们的模特 我们这就去找这些东西 我们回来了 我给小五找了一个黑色的长辫子 不要不要 还是我弄的金色长发好看 嗯 金色的确实更特别点 五六七你们快把头发还给我 啊 冰公主 你跑到我们男生队干什么 哼 我给小雪买的假发 怎么在小五头上 快把头发还给我 啊 原来这是你的啊 对不起 我看见这个头发挂在外边很好看 就借来用用 这就还给你 哼 你们男生队根本就不会打扮 就等着认输吧 神气什么 我觉得刚才的黑色头发更好 好吧 那就给小五戴黑色的头发 小五的兔耳朵应该画上颜色 我觉得红色好看 听听听 红色太艳了 还是蓝色好看 不不不 蓝色不适合小五 我觉得粉色更好看 我觉得还是红色 好了 你们别争了 我喜欢粉色 就用粉色吧 太好了 还是我眼光好 哼 那我挑的鞋一定是最好看的 五六七 你怎么给小五穿男生的鞋啊 快换上这双 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鞋 看着也太老气了 还是换我这双吧 还是这双好看 老师来了 咦 老师你怎么不穿鞋啊 还不是因为 你们把我的鞋拿走给小五穿上了 我正找我的鞋呢 老师 原来这双最漂亮的鞋是你的 我们这就还给你 不用了 你们的眼光不错 知道老师的鞋最漂亮 这双鞋就先借给你们吧 等比赛完了 再还给我就好了 太好了 谢谢老师 你们继续 老师去女生队那边看看 接下来是公主群 公主群一定是我选的好 我给小五找的公主群可漂亮了 嗯 是很好看 太过分了 你们谁把我给小雪新买的公主群拿走了 还给我 小强 这不是你买的吗 不 不是的 我不好意思去买女生衣服 正好阳台晾着一套公主群 我就借回来用用 对不起 笔笔东 这就还给你 这次就算了 不过你们还是放弃吧 什么都没准备 这次比赛你们一定输了 谁说的 我让妈妈帮我买了好几套公主群呢 我这就给小五换上 那你们慢慢换 我回去打扮小雪了 先穿这套看看 这套颜色太淡了 这套样式不好看 这套太夸张了 还有最后一套公主群 如果还不行 我就没办法了 嗯 这套很好看 我也觉得这套好看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还给小五准备了一些装饰 我给他都戴上 这个蝴蝶结不好看 还是戴我的吧 嗯 这下就好看了 对了 我还给小五戴了条尾巴 嗯 五六七 我才不要戴尾巴 是啊 公主怎么能有尾巴 五六七你就胡闹 我觉得还是戴白色的翅膀好看 可是公主为什么要戴翅膀啊 天使公主吗 这是我们公主的特色 一定比女生队的公主漂亮 也不知道女生队那边打扮的怎么样 我去偷偷看看 哇 比比东你给小雪准备的公主群真好看 那是 不过差点就被男生队给偷走了 我给小雪准备的头发 也被他们拿走了 他们根本就不会化妆 也不知道小五怎么想的要帮他们 是啊 等他们输了 就要打扫一个月的卫生了 别说他们了 快看看还要给小雪戴些什么装饰 给小雪戴个皇冠吧 这样才是公主吗 这个皇冠太小气了 还是戴这个吧 这个皇冠可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我一直都没舍得戴 嗯 好漂亮的皇冠 冰公主你爸爸的眼光真好 小雪公主好漂亮 我们赢定了 你们高兴太早了 我们的公主可是特别的公主 比你们的公主漂亮 吹牛 不过我刚看到唐三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翅膀 咱们是不是也给小雪戴上 不用不用 我早就给小雪准备了美人鱼鱼尾 美人鱼可是最美丽的海洋公主 哇 太好看了 我们快去找老师评选吧 老师老师 你看看我们谁的公主最漂亮 你们的公主都很漂亮 老师 我们可是天使公主 我们的公主最特别了 我们的公主还是最美丽的美人鱼公主呢 老师 我们男生队的公主最好看了 快让女生队去打扫卫生吧 你胡说 你们的公主最难看 你们才要去打扫卫生呢 哎呀 好纠结呀 到底哪个队的公主好看 哪个队去打扫卫生呢 还是交给小伙伴们来做裁判吧 快跑啊 村里出现了 好多怪物 五六七你等等 什么怪物啊 唐三 村里出现了 好多没嘴巴的怪物 快跑吧 我可不想没嘴巴 小五 咱们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好的 唐三哥哥 咦 这些小动物都好奇怪啊 他们的嘴巴怎么都不见了 到底是谁这么坏 把小动物们的嘴巴都抢走了 小鸽子 你的嘴巴是被谁抢走的 小五 小鸽子没有嘴巴也没法回答你啊 还是我来问吧 小鸽子 你能带我们去找那个抢走你嘴巴的人吗 太好了 快跟上小鸽子 小雪乖女儿 你快试试这个嘴巴好看不好看 呜呜呜呜 这个不好看 那这个呢 呜呜呜呜 这个也不行 乖女儿你别哭 妈妈一定给你找到好看的嘴巴 你再试试这个 这是妈妈费了好大的劲 才抢到的吸血鬼的嘴巴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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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雪 你的嘴巴怎么不见了 小五 你是不是傻 我女儿没有嘴巴不能说话 不然我不早就能知道是谁抢走我女儿的嘴巴了 还用这么费事去找别的嘴巴吗 可是你这样抢别的小动物的嘴巴也是不对 要不咱们去找小精灵问问吧 好吧 如果小精灵找不出来 你们就别拦着我去找嘴巴 小精灵 快帮帮我们吧 小五 比比东 你们怎么了 小精灵 小雪的嘴巴不见了 你能查出是谁做的坏事吗 你们等等 我用魔镜看看是怎么回事 饮料真好喝 千人雪 你为什么要往我们海洋扔垃圾 美人鱼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扔的 我还说是你扔的呢 你 你怎么能狡辩呢 我这叫游离走遍天下 你们美人鱼是不是都像你这么笨 我 我才不笨呢 那我问你 四加四等于多少 等于八呀 那八加八等于多少 等于 等于 八加八减八又等于多少 等于 等于 等于什么啊 等于 说你们美人鱼问你还不承认 这些计算题我们史莱克小镇的小伙伴们 早都会算了 你 你 你什么你 也不知道你长嘴巴是干什么的 连话都说不清楚 太好笑了 嘿嘿嘿嘿嘿 千人雪 你太过分了 我们美人鱼本来就不学习数学 但是我们会魔法 美人鱼魔虎 呜呜呜呜呜呜呜 你在嘲笑我呀 我把你的嘴巴拿走 看你还怎么嘲笑别人 原来是美人鱼抢走了我女儿的嘴巴 我这就去收拾它 等等 比比东 这件事也有小雪的错 小五 你太过分了 小雪还是个孩子 怎么能怪她呢 比比东 嘲笑别人就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拿年龄当作犯错的借口 不过美人鱼这样做也不对 咱们一起去找美人鱼 把小雪的嘴巴要回来吧 美人鱼 你快出来 你们找我什么事 美人鱼 是不是你抢走了我女儿的嘴巴 是啊 谁让她扔垃圾不承认还嘲笑我 美人鱼 小雪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过她已经得到教训了 没有嘴巴真的很可怜 你能把嘴巴还给她吗 还给她也可以 不过她要承认自己扔垃圾了 还要向我道歉 没问题 不过小雪没嘴巴没法说话 你能先还给她嘴巴吗 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道歉 好吧 小五 小精灵 我相信你们 美人鱼魔法 我把小雪的嘴巴还回去了 你们去找她吧 谢谢你 美人鱼 妈妈 你快看 我的嘴巴回来了 太好了 还是这个嘴巴好看 妈妈 你太厉害了 美人鱼都怕你 不是的 小雪 你的嘴巴能回来 是因为你需要向美人鱼承认错误才敢 我 我才没错呢 小雪 乱扔垃圾和嘲笑别人都是不对的 如果你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小伙伴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那 那好吧 美人鱼 对不起 我不该乱扔垃圾还嘲笑你 小雪 我抢走你的嘴巴也不对 请你原谅 你们这么说我怎么觉得我抢走小动物们的嘴巴好像也不对 本来就不对 小伙伴们 抢东西乱扔垃圾和嘲笑别人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好妈妈我扔 我也不要你 我扔 我也不要好妈妈 我扔 小精灵 我们都不要好妈妈 我们要坏妈妈 五六七 你们怎么都不要好妈妈啊 好妈妈管得太严了 我喜欢玩 我就要和坏妈妈一起 是啊是啊 看来 还是我这样的妈妈受欢迎 孩子们 快和妈妈回家吧 好妈妈 如果没有孩子选你 你就要被剥夺妈妈称号了 难道真的没有孩子喜欢我吗 小精灵你等等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小五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其他小伙伴都选完妈妈回去了 对不起小精灵 我脚受伤了 好不快 傻孩子 脚受伤了 怎么不好好包扎一下 我给你看看 谢谢好妈妈 小五 你如果也和别的小伙伴一样选择坏妈妈 我可以帮你把他叫回来 不了 小精灵 我喜欢好妈妈 我要和好妈妈一起生活 太好了 终于有孩子喜欢我了 那好吧 希望你们能照顾好彼此 妈妈 陪我去公园玩吧 妈妈 我想去逛街 妈妈 妈妈 快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哎呀 这么多要求我哪顾得过来 这样 给你们一人一部手机 自己去玩 别来烦我 可是妈妈 我作业不会做 明天没法交作业啊 真笨 你不会告诉老师作业丢了吗 老师给我打电话 我会告诉他们已经做作业了 真的 妈妈你太好了 妈妈 我们也不想写作业了 好好 你们都不用写 快去玩手机吧 妈妈去打会麻将 一会儿回来给你们带吃的 妈妈你真好 哎呀 有点饿了 外面天都黑了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我也好饿啊 孩子们等着急了吧 妈妈打麻将忘了时间 不过妈妈给你们买了汉堡可乐辣条还有好多零食 以后你们饿了就自己找零食吃 哇 都是我喜欢吃的零食 坏妈妈果然才是最好的妈妈 是啊 还好我们没想好妈妈当妈妈 小五 快来吃饭吧 妈妈 天太热了 我吃不下 我想吃雪糕 不行 小五 空腹吃雪糕肚子会痛的 那 那好吧 小五 这是银耳莲子粥 妈妈特意放凉了 现在天太热了 喝点粥能解暑开胃 妈妈这个粥好好吃啊 小五 妈妈是不是太严格了 不是的 妈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妈妈吃完饭你能辅导我学习吗 我有些题不太会做 好啊 一会妈妈陪你学习 等作业做完了 咱们去公园散散心吧 真的 妈妈你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让我出去玩呢 同学们 把昨天的作业都教一下 小雪 五六七 小强 你们三个的作业呢 老师 我的作业丢了 啊 你们三个的作业都丢了 对啊 不信你可以问我妈妈 以比东妈妈 小雪他们三个都说作业丢了 是啊 老师 我昨天陪他们写完作业出去玩 结果作业都丢了 不过你放心 作业我都看过了 他们确实做作业了 那 那好吧 对了 明天考试 记得晚上让他们好好复习功课 好好 我知道了 老师 现在上课 妈妈妈妈 明天考试 快帮我们复习功课吧 妈妈着急出去打麻将 你们自己去玩手机吧 可是明天考试 我们考零分怎么办啊 放心 明天妈妈帮你们请假 你们不就不用考试了吗 妈妈 你太好了 咦 小五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考试了 老师 小雪他们生病了 今天没法去学校考试了 他们三个都生病了 对呀 我还要照顾他们 再见 这个比比东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 我得去她家看看 五六七 你快点来支援啊 来了来了 小雪五六七 小强 你们不是生病了吗 老师 好啊 你们竟然联合起来撒谎骗老师 你们妈妈呢 妈妈去打麻将了 小精灵 怎么了 老师 你给小伙伴们找的妈妈 怎么每天就知道打麻将 不但不照顾孩子 还帮助孩子撒谎骗老师 什么 对不起老师 我这就剥夺比比东妈妈的妈妈称号 还有你们三个 一人一天十张试卷 暑假不许放假 不要啊 老师 我们错了 是啊 都是坏妈妈害的 早知道就选好妈妈了 五六七 我在这 小五 到 小强 我来了 小雪 哎 很好 都到齐了 老师再开会 你们先早读上自习 太好了 老师没发现 小五他们迟到了 小五你们要快点来学校啊 咦 五六七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小五他们人呢 他们 他们 好啊 五六七 你竟然替他们达到 糟了 被老师发现了 都怪小五他们 怎么还不来学校啊 老师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替他们达到了 这次先记下 等小五他们到学校了 再算总账 老师 我来了 是小五来了吗 哇 竟然是会飞的船 好神奇啊 小五 你还不快点下来 对不起老师 我迟到了 小五 老师知道 你是爱学习的好孩子 为什么会迟到 老师 我家搬到海岛上了 所以我很早就坐船出发了 船长爷爷 等我一下 小五 这么早就去学校啊 是啊 我想早点到学校 坐好了 我们出发了 船长爷爷 船怎么不走了呀 小五 这条船的螺旋桨坏了 要等别的船过来救援咱们的船了 船长爷爷 都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船过来啊 我也不太清楚 难道我们遍离航道了 不要啊 我快迟到了 谁能帮帮我们了 小五 你怎么哭了 美人鱼姐姐 我们的船坏了 可是我着急去学校 我不想上学迟到 小五你别急 你到这条能飞的魔法船上吧 它速度很快的 太谢谢你了 美人鱼姐姐 这条魔法船 速度真的很快 可是我家离得太远了 所以还是迟到了 原来是这样 这次不怪你 以后不能再迟到了 救命了 刚才谁喊救命 老师 好像是小雪坐着 纸飞机飞过去了 咱们快去看看 小雪你没事吧 老师 我没事 就是刚才纸飞机速度太快了 这么快的纸飞机 你怎么还会迟到呢 老师 我家离得太远了 又碰到了大风 纸飞机真好玩 以后我还要坐纸飞机 哎呀 救命了 我被风吹偏了方向 所以才迟到的 原来是这样 以后还是不要坐纸飞机 太危险了 太好了 终于糊弄过去了 以后不能再玩游戏太晚了 小雪 你怎么还不起床啊 上学都要迟到了 糟了 昨天睡太晚了 妈妈你帮我请假吧 不然我迟到 一定会被老师批评的 你呀 就知道玩游戏 不许请假 这是小精灵送我的纸飞机 速度很快 你坐着他上学 应该还来得及 妈妈你太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老师对不起 我迟到了 小强 你 你这是怎么出现的 老师 我爸爸送我一个 可以打开时空之门的机器人 T800 主人 今天我送你上学吧 好啊 T800 你快打开我们学校的传送门吧 好的 主人 传送开始 咦 这是哪 怎么全是容颜啊 对不起主人 定位错误 重新传送 哎呀 这也不是我们学校啊 好冷啊 你快点给我定位学校 再错我就把你退回去了 对不起主人 这次一定不会错了 就这样 我传送了好多次才来到学校 看来你的机器人也不太靠谱 今天你们迟到都有原因 就不惩罚你们了 把你们昨天的作业都教一下 就可以下课了 糟了 昨天就顾着玩游戏忘写作业了 这可怎么办 有了 小雪 你的作业呢 老师 乘坐纸飞机遇到大风的时候 我的作业本从书包里掉出去找不到了 原来是这样 那算了 咦 不对呀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你在撒谎呢 老师 他们冤枉我 我真的把作业写好了 不信你可以问比比东妈妈 妈妈一定会帮助我的 你们谁都不许再拆穿我的谎言了 不然我就叫比比东妈妈都给你们打零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雪究竟写没写作业呀 我该相信谁呢 给小五哭记表情魔法牌 谁让他每次得满分都那么开心 大笑表情魔法牌留给自己 我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比比东总欺负人 我把睡觉表情魔法牌给他 让他明天上课时睡觉 老师一定会批评他的 最后这张愤怒表情魔法牌 就给小强吧 他这个老好人 升起来一定很好玩 嘿嘿嘿嘿 同学们 公布昨天考试的得分 小五一百分 嘿嘿嘿嘿嘿嘿嘿 咦 小五你每次都是一百分 这次为什么哭啊 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好伤心 小五 老师知道你对自己要求高 小伙伴们也都会向你学习的 今天老师特批你放假回家好好休息 调整调整心情 谢谢老师 小强 九十五分 什么 我怎么能九十五分呢 太生气了 我不要这张试卷了 小强知道努力是好事 不过不能只知道发脾气 还要学会总结 这套试卷 你拿回去再做一遍吧 我一定会得满分的 气死我了 比比东 五十分 嗯 比比东 怎么了 老师 你讨不及格 还敢在课堂上睡觉 明天 比比东 老师 你这么想睡 去外面罚站睡 明天叫家长来学校 不要了 老师 还不快出去 五六七 二十分 嘿嘿嘿 五六七 你怎么回事 老师得了最低分 还笑得这么开心 我 我 嘿嘿嘿 糟了 早知道就不该把大笑表情 留给自己了 还笑 你这是故意气我 去外面罚站使劲笑 明天写一万字的检讨 老师 我错了 今天 我太倒霉了 小五却放了一天价 这次一定要把最好的魔法牌 留给自己 这次是数字魔法牌 我要把一百分留给自己 这次考试 我一定是一百分 给小五零分 给小强三十分 比比东 还是五十分吧 这次老师一定会表扬我的 同学们 明天放假 老师布置一下明天的作业 小强 做三十套试卷 比比东 五十套试卷 老师 不公平 凭什么我做这么多试卷了 很公平啊 五六七 一百套试卷 不要啊 为什么数字 是作业数啊 还好 五六七 比我做的作业多多了 好了 放学吧 不对啊 老师 为什么没给小五布置作业啊 小五学习好 不用做作业 不行不行 这太不公平了 对对 我也不要有作业 大家的作业我都布置完了 就要按照我说的做 如果没完成作业 上学时直接把家长带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怎么能这么不公平 太气人了 我可不能让比比东知道 是我弄的数字 不然会被嘲笑的 哎 我还是去写作业吧 总算把作业写完了 这次我一定一定要把最好的魔法牌 留给自己 哇 这次一定是礼物魔法牌 手机魔法牌 我留下 这个零食大礼盒 魔法牌给比比东吧 算是害他做了那么多作业的补偿 说本魔法牌给小五 不不行他最喜欢看书了 前两次都是他最好 这次不能让他再得意了 书本魔法卡给小强 这块糖给小五 明天我就有新手机玩了 老师好 你们等等 老师要检查书包 为什么 教室里有零食带 你们一定有人偷偷带零食了 快打开书包 老师我没有 你看 小强不错 书包里只有书本 快进教室吧 比比东 该你了 老师 我也没有 还说没有 这么多零食 你是来上学的 还是来吃东西的 不 不对啊 我书包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零食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糟了 难道是魔法牌的原因吗 这下惨了 还敢狡辩 零食没收 去写一万字的检讨 到底是谁陷害我 我太冤枉了 小五 打开你的书包吧 咦 小五你怎么也像比比东一样带零食了 老师 我没带零食啊 那这是什么 润喉糖 小五 你太懂事了 知道老师嗓子疼 还帮老师带润喉糖 你真是体贴的好孩子 快进教室吧 怎么会这样 你真是体贴的 你真是体贴的 就是我的 五六七 捡到的东西要交还给施主 难道你还没在乱用魔法牌上得到教训吗 啊 怪不得 每次都是我最倒霉 以后我再也不乱用捡到的东西了 都要不乱用魔法牌上得到的东西了 我自己的经历 还不乱用魔法牌上得到的东西了